接下来的活动演讲内容我会开始进行录音 那我今天的演讲题目呢 是陆域生态系统与大气间的交互作用 那讲者是我们的李松敬 那这一位讲者李松敬呢 他是一位生物气象专家 那主要的研究兴趣会是在自然和管理生态系统的 生态系统以及大气的相互作用 那目前是已经有超过十年的研究经验 那学历的部分呢 是在台湾大学获得第一学的学士学位 接着前往不列颠的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硕士以及博士 那毕业之后呢 是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后 那目前的最新的近况呢 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的李松敬讲者加入了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 那担任的是这个整合系生态 气象学小组的负责人 那负责营运以及维护的 的部分呢 是在位于西班牙的研究通量台 那更详细的内容 我们今天呢就交由我们的 我们今天的讲者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说 好 好 谢谢景元的介绍 那我现在就分享我的荧幕 应该没有问题 嗯 可以看得到 对 那就很开心有这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 然后应该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少数稀有的研究主题 比较偏自然领域的 那今天呢 开头会先讲一个比较背光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接下来会选 选一些 讲一点点研究方法 可是不会太深入 然后会想办法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解释 然后最后选一些研究成果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陆域生态系统 那这张图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有名的一张图 那零就是Y轴零以上的就代表是现在因为人类活动跟石油使用 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那很大的部分是来自石油燃烧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来自土土地使用的变化 例如把森林变成居住地这样子 那每一年呢 同时间这些排放量不会是完全100%进到大气层 大概会是50% 那这另外50%呢 会被海洋跟陆域生态系统给吸收跟固存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等于说他们正在很大量的帮助我们 减缓地球暖化的速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个区块是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那每年呢 它的吸收的量有慢慢的在变多 而且它的值相对的是稳定的在变化 那相对海洋而言 绿色这个区块是陆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固碳能力 吸二氧化碳的能力 那它每年之间它的变化量是非常大 因为这些生态系统这些植物 对气候啊 对一些环境因子的反应是比较敏感的 那这也很大的降低我们去估算 到底有多小二氧化碳会被排会留在大气层中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灰色线就是我们所知的排放量 跟吸存量之间的不平等的量 那这些不平等量大部分就是来自陆域生态系统 每年之间的变动 所以我们需要拥有更多的量测 来去帮助我们知道说陆域生态系统固碳的能力是多少 然后他们固碳的能力会怎么被气候变迁所影响 这是一个很大的背光的一个介绍 那今天我的talk主要会分为两大部分 那第一大部分是介绍研究方法 像刚刚所讲 那接下来都会是研究成果 那研究成果我想分为三个主要我研究的生态系统类别 第一种Waitland就是湿地 那湿地里面包含不同类型的湿地 我等等也会介绍 第二种是森林 那森林生态系统有很多不同的森林 你像真叶林 货叶林 混合林等等 那我比较专精的是其中一种 那我等等也会介绍 那最后一个呢 是比较属于干和地的生态系统 那是我现在来到这个最新的位置 然后我们小组所 正在营运正在维护的一个研究站点 那研究方法我最主要最主要研究的方法 就叫做AD covariance 那听起来非常的难以理解 那我可以先想介绍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小概念 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需要知道的东西叫做Flox 中文叫做通量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选一个界面 那是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之间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呢 在有多少X就是我们有兴趣的东西 例如二氧化碳 例如温度等等 有多少X通过这个界面 然后同时我们要考虑单位面积跟单位时间 等于说最后呢 通量的单位就是多少X通过这个界面 每平方公尺每秒 那以我研究的兴趣而言 我们会把这个界面放置在大气层跟陆域生态系统中间 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陆域生态系统能够 从大气层吸收多少二氧化碳 或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到大气层中间 那除了二氧化碳呢 我们通常也会关心能量通量 也会关心水通量 然后最后一个CO2就是二氧化碳通量 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单位 基本上我们就是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仪器去量测浓度 所以知道多少X或多少二氧化碳 然后后面的每平方公尺每秒 我们就可以用风速这个仪器来去得到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通量量测值 那通常呢 AD-COVIDENCE刚刚开头介绍所提到的通量 基本上就是我们用一个 类似台湾施工的时候会用的音价的那种方式 盖一个structure在那边 然后放上这套AD-COVIDENCE系统 那它等于说它就是在量测空气中的扰动跟混合 那其中有一个仪器就是像这一根 它是量测CO2的浓度 我们刚刚最后单位的时候有讲到 我们需要浓度跟风速 所以这一根仪器就可以量测浓度 那另外这一个仪器呢 就是负责量测风速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多少通量进去 跟出来这个入浴生态系统 那除了通量 我们想知道的水通量啊 二氧化碳通量 我们同时间也需要量测其他环境因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通量是怎么被 例如温度啊 然后降雨啊 等等所影响 所以通常一个通量场上面 除了红色框框所显现的这个 AD Coference系统之外 我们也会有别的仪器 例如这个仪器是负责量测多少日照量 辐射量进出这个生态系统 那这个是温度跟湿度的仪器 那这个是雨量桶 就可以知道降雨量有多少 那还有一些仪器去负责量测土壤温度 跟土壤湿度那这些额外的环境因子的量测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为什么通量上面会有所变化 那这些是一些啊 在生态系统 我就是工作过的 然后你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可以让大家知道实际上通量塔 看起来长什么样子 那大家可以发现通量塔的大小形式都不太一样 那就根据你的生态系统跟你的研究的主题 是什么会有所不一样 因为它需要符合一些大气科学上面的基本的讲设 所以它的高度相对于植物高度 需要达到一个标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类似 这个Forest 上牌这个Forest 它因为树高就大概25公尺 所以塔就需要更高 那例如其他地方是比较低植被的研究站 那我们这个塔就可以盖的比较小 那同时间除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核心 Adcoin是一个核心 那同时间我们可以搭配其他两侧 来去更好的理解陆域生态系统 那这个用稳定同位数这个方法 我不会讲的太细 但是它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 因为在大气就是在大气中它的二氧化碳 它的碳不是永远都是碳12这个元素 也有可能是碳13的二氧化碳 那当大气中同时有碳13的二氧化碳跟碳12的二氧化碳的时候呢 当植物在行光合作用在吸入二氧化碳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下有一个比较重一个比较轻那你当然会拿比较轻的 树也是一样他就会拿碳12的二氧化碳 所以大气中的这个比例碳13对碳12的比例 就会因为光合作用而被改变 那我们同时间可以去量测这个比例 然后让我们比较好的去估算 光合作用是多少 那最大的原因我们要去做个这个是因为 AD Coverage 刚刚那个系统我所提到 它是一个很好的系统 可以大范围的监测入浴生态系统的通量 可以持续的监测等等很多的好处 但是他所量到的值就是一个净值 就是一个Net值 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二氧化碳多少呼吸作用 我们只能用一些模型或者是模式 或者是一些计算法去估算 那如果我们可以配合稳定统位数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更好的估算 直接算出更准确的 呃光合作用的强度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配合其他类型的两侧 例如 通量塔固定一直要在 最高的植被高度以上 我们可以放一个在低植被的去 像这个生态系统是同时有树跟草 我们可以放一个小的塔 专门只看草 我们可以不用一直都是看树跟草的综合讯号 我们可以一直在只看草的综合 然后去做比较 然后去看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另外我们可以用chamber chamber是一个更小尺度去量测通量的方法 那他可以去帮我们去判别 也有没有一些空间上的差异性 那有一个东西叫做真发米 它是一个比更精准的知道水通量 进出这个生态系统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独立的系统 来去验证说我们所量测到的水通量是不是准确 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我们可以量测不同的东西 像在remote sensing是remote sensing这个领域就是用卫星去监控地球 它会用一些植物指数来去了解植物的健康度 或者是它的一些含水量等等 我们可以用这个限定量测来去跟卫星的资料去做结合 那最后我们也可以直接把一些仪器插入到树干之间 然后量测它们的植物的精有多少水 在运输 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增散的量有多少 因为通常AD-COVID-192道是蒸发散两种机制的综合的讯号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去得到增散 增散就是水经由植物所排出回到大气的一个过程 那蒸发呢就是当你随便有一个表面上面有水 它就会进行蒸发这个现象 好那当然最后当我们有这些很大量的数据之后 我们就想要去跑一些模式 然后去跑一些model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参数的调整 然后去想办法模拟通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更大空间尺度上面的模拟 因为一个站要去盖这么多站点是非常花钱 所以我们需要以model为辅佐 然后去了解更大空间尺度上面的陆域生态系统的反应与变化 好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就是研究方法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希望大家或多或少有一点概念 那接下来就是也能够比较理解 接下来我所呈现的一些研究成果 好那第一大部分是有关湿地的 那湿地里面的第一个研究站点 是一个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正在被富裕的泥碳地 那这个地方呢 在1980年左右呢 就因为都市开发 然后还有二次战争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泥碳地里面会有一个元素叫做铭 那可以拿去做炸弹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的泥碳地那些土壤被不断的开发使用 所以使得这块湿地变得越来越干 因为当土壤太湿的时候不好使用 所以当有人类进入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办法把它给排水 那在2010年左右呢 温哥华政府决定把这块地买下来 然后进行富裕 让它回复到湿地的生态系统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在把一些主要的排水道封住 然后让确定这个环境 能够比较保持在一个水位比较高 比较湿的状态 然后加速它的富裕 速度 那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站点 第一个站点就是右上角那个塔所呈现的 它是一个比较湿的地方 那下面是一个比较干的地方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我们富裕的手段不同 然后所造成的植物种类不同 那它们的通量会不会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就可以来看比较偏生物化学的部分 那我们这里看的是二氧化碳跟甲烷 那为什么我会考虑到甲烷呢 第一甲烷也是一个很强的温室气体 它的暖化地球的程度 甚至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强的 那这种气体 尤其在实地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当土壤是水饱和的状态下 它会形成一个厌氧环境 就是没有氧可以使用 所以碳不会经由二氧化碳这一条路线排出来 它反而是会经过甲烷这个路线给排出来 那刚刚有说这块地正在富裕 它们正在虚异的把水位提高 维持在比较高的程度 所以这块地长年下来都会是厌氧环境 这代表说我们可以期待的时候 它会有很大量的甲烷排出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生物化学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这两种气体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干的站 就是黄色线所呈现的 它一整年下来 它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比较少 因为它比较干 所以它还是可以进行呼吸作用 所以它一整年下来 呼吸作用跟光合作用几乎打平 所以它一整年下来 不会吸收太多二氧化碳 那比较湿的就是蓝色线所呈现的 它因为都在厌氧环境状态 所以它没办法行太多的呼吸作用 所以它一整年下来 可以吸收比较多二氧化碳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甲烷 可以看到蓝色的线 厌氧环境的状态下 它有很大量的甲烷排出 所以如果我们把甲烷的二氧化碳 都转换到一个叫做暖化能力 的一个单位之下 这两个在目前的状态下 都是会造成大气 就是地球持续暖化 但是我们在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牺牲 那长期下来 它的碳都可以被固存在土壤里面 几千几万年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也不用太过精化 那我们可以建议政府说 或许可以把水位降低一点 如果不会减换它们的负育速度的话 这样子 那除了生物化学的部分 我们也会看生物地理的部分 那讲比较白话一点 就是在看它的表面温度 还有可感热跟浅热 那可感热跟浅热 有点专业 那我用比较白话文的方式 可感热就是等于说 一个你靠近一个很热的东西 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热的浪 或是热的一个风传向你 那个这种东西 就是比较偏可感热的概念 那浅热呢 就是说夏天 有时候你很热的时候 你也会用湿抹布擦手啊 擦脸啊 然后精油水蒸发到空中 带走一些热量的这个过程来冷却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浅热 好 那我们第一部分呢 这里蓝色的线是比较湿的 红色的线是比较干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白天呢 比较湿的地 它可以吸收比较多 太阳日照 存在陆浴生态系统里面 因为水是一个比相对植物 更强的日照辐射的吸收体 所以比较湿的地方有比较多的水体 所以它可以吸收比较多的日照辐射量 但是呢 因为比较干的就红色的线 它有比较高的植物 那在大气科学里面呢 就代表说它们比较有利于 可感热跟浅热同量的排放 就是它们比较能够有比较高的 可感热跟浅热同量 所以最后它们两个在白天的时候 地表温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差异主要出现在夜晚 夜晚就是比较湿的站 它的水体呢 储存的日照辐射量在晚上排出了 所以在晚上比较湿的站点呢 就会有比较温暖的表面温度 好 那这是生物化学跟生物物理的部分 那接下来这个研究站 这个富裕的泥碳地呢 也经历过两起火灾事件 那在2005年有一起火灾 那火灾过后呢 政府没有决定做任何措施 就让它自然反应 那因为在这边的树是pine tree 我忘记中文是什么 可是它的种子有个特性 就是因为它被烧过之后 它的种子会大量喷发 它的球果里面的种子会大量喷发 然后加速生长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做一些人为的控管的话 它会很容易变成 被pine tree给阻挡 然后当树出现在湿地的时候 对湿地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树需要用很大量的水去生长 所以湿地就会变成不再是湿地 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 所以呢 在2016年发生另外一起火灾的时候 政府决定要把这些小的pine tree给移除 以免这个湿地变成越来越干 那就失去它们富裕它的这个目标了 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们也有兴趣去理解说 这样子的操作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同时今天找了一个reference 就是找一个基准地 那它就是没有被烧过的 就是一个原生的状态 那在这三块地区 我们都有三种不同的植物的族群 那主要呢 我不会讲太细 但是主要的差异就是前面两个是比较偏低的灌木虫 或者是一些苔藓然后有一点点树 那第三个PSW就是有很多树 比较多树的一种植物族群 那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有量第三种气体叫做N2O 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的三种温室气体 我们都量二氧化碳甲腕跟N2O 那N2O我们量这道基本上是没有通量进出 或是没有通量进出这个生态系统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呈现在这边了 那基于这两张图我们可以发现到 当有树的地方 就会有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排出 因为它们的生物量就比较大 因为它们就比较明显的植物的BioMath在那里 那同时间因为有树的关系 所以它的地会比较干 所以它基本上就不会有甲腕排出 或甚至会有一点能力可以去吸收甲腕 对 那这个研究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 那未来希望收集完整的资料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更好的资料分析 然后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 那接下来移到另外一种湿地 主要分布在北美的中东地方 所以从美国一路到加拿大 那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冰河时期 冰河会出现的地方 那因为冰河的成长跟退缩 它会对地景造成右边这个空拍图的样子 就是它会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 所以说在一个地景之下 它会有一些很小的湿地 穿梭在草原之间 那经历上一次冰河时代之后 很多年了 那现在这个区块 大部分被两种土地使用所主导 第一种就是草原 那第二种就是农地 那我们找了两个这种小型的湿地 那一个是被草原所包围 一个是被农地所包围 那我们想要看看 这样子因为周遭环境的不同 对这种小湿地的温室气体的交换 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张图显示的是二氧化碳的通量 那可以发现这两个小湿地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对基于二氧化碳的通量而已 但是我们发现到甲碗通量有很大的差异 那被Graceland被草地包围的有明显 比非就是相对另外一个小湿地 它有非常小的甲碗通量排出 那我们目前初步的猜测是因为 甲碗会被硫化物所抑制 那这个这块湿地被草原所包围的湿地 附近有硫化物的input 然后可是我们现在在了解说 为什么会有硫化物的input 然后来去抑制甲碗通量的排出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主题 它我先讲一下 它叫做在我们这个领域叫做Blue Carbon 因为它就是沿海生态系统 那从卫星上面照片来看 它就是一个比较偏靠近海洋 所以他们叫做蓝碳 那他们有很强的固碳能力 意思就是说他们吸的碳 每年可能不会有跟森林一样那么多 但是因为他们的分解作用等等的比较缓慢 所以他们可以把它很好的储存在他们的土壤里面 所以这为什么这些生态系统 例如台湾很有名的叫做红树林 然后接下来是岩藻台湾比较少的一个系统 然后最后一个是海草 这三个沿海湿地系统 现在被叫做蓝碳 那我们在温哥华呢 只有岩藻就是So much 这种生态系统可以做研究 因为通常红树林需要在一个比较低纬度 比较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才有 那我们选了两个岩藻 那他们的岩度有一点点不一样 一个DSM这个也就要低 它的岩度比较高 RBM这个岩度比较低 那岩度比较低就代表说 植物比较能够生长 因为环境没有那么恶劣 那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张照片 能够生长都是很靠近地面的一些草 然后它的高度就比较低 因为它的环境比较恶劣 岩度比较高 那这两个站点只是想跟你们看一下 在那边盖的塔的样子 那再简单讲一下 在我秀成果之前 DSM是一个岩度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它的Vegetation的高度就比较低 那RBM是一个岩度比较低 然后它的植物高度就比较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研究站 在二氧化碳通量的表现上面 它们两个是差不多的 没有太大的差异 这有一点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但因为目前RBM还没有收买 我们想要收到的资料 所以这个结果可能会在 我们收买资料之后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初步的发现 它们竟然有差不多吸收 二氧化碳的能力 但在甲烷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DSM岩度很高 我刚刚说有硫化物的时候 就可以抑制甲烷的排出 所以DSM是一个岩度比较高 所以硫化物比较多 所以它的甲烷的冲量几乎就是零 那在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它水土壤很湿 然后同时间岩度又比较低 所以它的甲烷的排出 就远比岩度高的那个站点 还要高很多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是湿地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换到森林的部分 那森林这个样地主要是我不是时候所研究的样的站点 那它是在温哥华旁边的温哥华岛上面的一个沿海的Dogosfer的一个森林 那它是一个有被人为维护管理的一个森林生态系统 那它在1988年被探罚 然后拿去做就是伐木业 那1988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把它尽量 就是跟那边的伐木业的公司谈好 就是不动这一块地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持续长期的检测 那在 2012年UBC的教授进去盖了一个站点 那那时候森林比较低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迷你的一个塔去做量测 那到2017年我发现这个塔已经太矮了 不能够让我们去符合大气科学的一些原理 跟一些Low 就是我们的量测的只会变成错误的 所以我们的2017年盖了一个新的塔 然后目前持续的收集资料当中 那首先呢 我刚才有说这一块森林呢 是一个被人类维护的 那大部分在靠近人类活动的森林 都会遭遇到一个情况叫做 氮成降的事件 因为有工业发展 那他们排出的一些废弃啊等等里面 都会有氮这个元素 那当自然的生态系统有氮的输入的时候 它的反应就会有所变化 它就会有额外的营养素加入 那它的通量就不会像原本那样子 那我们想要去理解 当有氮的输入 那他们会怎么反应 所以呢 我们就是实际的直接去施肥 然后来去看氮对这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什么 那有可能 大部分人 直觉反应就是说 当你有额外的营养素 那应该树木可以行更多的光合作用 所以应该可以有更好的吸二氧化碳的能力 但是呢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了 基本上 比如就像左上角这张图所呈现的 GPP就是光合作用的能力 基本上没有因为这个施肥跟氮元素的加入 而有所变化 你可以看到蓝色线跟红色线 基本上没有差距太多 但是 但这个元素的加入 造成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呼吸作用 大幅的减低 从蓝色线变成红色线 所以最后呢 吸收二氧化碳能力还是增加 但是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力 不是来自于光合作用增加 反而是来自于呼吸作用的减少 那这是一个比较令我们意外的研究成果 那再下来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结合稳定同位数的方法 来去做更精准的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的骨侧 那我不想不讲 不想讲太详细的一些算式啊等等 那我们这里就focus在中间这张图 可以看到上面两条线 蓝色虚线跟蓝色点点线的 这两个是现在传统 就是最流行去估算出呼吸作用的一个方法 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估算出 在白天呢 这个生态系统还是有很高的呼吸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用稳定同位数的方法去量测 那可以放到红色的线 其实呼吸作用应该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这个额外的独立的量测方法 在提醒我们说 目前的估算方式需要被大大的改善 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更精准的光合作用 跟更呼吸作用的估算 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理解 整个陆域生态系统 到底有多少吸二氧化碳的能力 好 那最后呢 刚刚所说的富裕的泥碳地跟森林 两个最近都 或许大家都听到 就是每到夏天 美国西岸都会有很多的森林大火 那当有森林大火产生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烟雾产生 那烟雾经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时候 也会改变这个自然生态系统 怎么吸收碳跟排出碳的能力 因为它会低 它会降低光 照亮的进入 但是它会改变光照亮进入的方式 如果没有烟雾的时候 它会是直射光 但是当有烟雾的时候 会是散射光 植物呢 能够比较好的去利用散射光的这个能量 所以等于说 当烟雾达到一个理想值的时候呢 其实生态系统可以更好地去有更多的光光合作用的能力 那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研究 所以说 现在 大家的定调还是不太一样 到底什么样的生态系统能够因为生命大火烟雾和行更多光合作用呢等等 然后它能够增加多少呢 都还是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 那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站点呢 是有被这些生命大火延误 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粗 是比较一个早期 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探讨 那未来呢 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样子 好 那最后收尾的部分就是我现在的小组所拥有的研究站点 是在西班牙 那这个研究站点非常的特别 因为例如前面几个站点所呈现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主要的生物不是树 要不然就是草 要不然就是很单一 不是树就是草 但是这个生态系统 它两个东西同时存在 树跟草同时存在 所以说当东西就是干湿剂变化的时候 这两个植物呢 的变化就会不一样 例如右边那两个照片 当然是湿剂的时候 当然两个树跟草都是绿的 但是进入干季的时候 草就会变黄 因为他们干 他们吸土壤水的能力不像树那么强 所以他们就变成黄的 那就是很有趣 可以去研究说 这两个不同的植物之间所造成的差异 那承袭刚刚所说的 氮成降的影响 那我们在这边也盖了三个通量塔 那这三个通量塔 他们所有的 treatment也不一样 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一样 首先中间这个塔就是一个原生态的状态 那北边的这个塔只被濕淡 只被加淡这个元素 那南边这个塔被加了淡跟零 这两个元素 那我们可以去了解说 生态系统在遭遇不同的元素 addition 就是在加入不同的元素之下 吸收二氧化碳跟排出二氧化碳的能力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边我们可以做很简单的一个 summary 就是说 只濕淡跟濕淡跟零 这两种方法 这个生态系统都可以吸收更多的氧化碳 但是 如果你只濕淡的话 它所排出的水会变多 那 如果你濕淡跟零 它可以 它排出的水会跟原生的状态之下是差不多的 等于说两个的水使用效率会不一样 等于说如果你只是带 这个生态系统需要 使用更多的水才能吸收更多的氧化碳 那欧洲很出名的 这几年比较出名的一些极端现象就是热烂 热浪跟 干旱 那我们这个站点 在16年到19年也有经历了这两种事件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2018年是有夏季热浪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呢 夏季热浪其实没有对土壤水 就是上面那两张土土壤水 造成什么样的差异 但是 同时间 也因为土壤水没有太大差异 所以它的光合作用也没有太多的差异 那17年跟19年是有Spring 就是春天和秋天的干旱现象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土壤水在 如果干旱是发生在春跟秋 它的变化会比较大 所以光合作用的减低也会比较显著 所以时间点对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水变化的时间点会是非常重要 那这张图呢 等于说蓝色的这条线 我们现在这个看的是只有2018年热浪的状态 那通常正常状态下呢 会是蓝色点点所呈现的关系 会是一个正相关 GPP跟一个微量元素 它会是一个正相关 那这张图我不想讲太细的机制 但是我想讲 在极端现象 极端现象之下 正常的关系是蓝色圈圈所呈现的 会被改变成黄色圈圈所呈现的 所以等于说在未来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极端事件 这些陆域生态系统 可能不会再照我们目前能理解的 范围之下去做反应 他们可能会操纵理解 我们传统理解或观测到的 一个方向去做反应 好 那在未来也有一些研究目标 那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呢 在德国呢 没有任何蓝碳 就是沿海生态系统的研究 所以我现在在跟汉堡大学一个教授 写一个计划书 然后希望可以在德国北边的沿海地区 盖通量塔 然后来去了解德国蓝碳的吸收碳的能力 那另外呢 有关森林的方面呢 我们目前有 在亚马逊热带森林有研究站点 那我们也想要看看说 因为在附近会有很多森林大火的产生 也想要了解 热带生态系统对这种森林大火延误的反应是什么 那最后呢 是近期 最近才刚刚送出的一个计划书 是跟台湾的 德国台湾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这个想要研究的重心是在 一些比较特殊的水资源 对二氧化碳的通量的影响 因为大部分大家在讲水 对二氧化的影响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讲降雨 那可是同时间除了降雨之外 我们也会有雾啊 也会有入水啊 等等的影响 那我们也想要知道这些 非降雨的水资源对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和排出二氧化碳的影响 帮我们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 那同时间呢 极端事件 你的富裕的 strategy 就是你富裕的方式 然后施肥 森林大火 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都在很大程度的改变 入浴生态系统 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然后在可能很可能在很近期的未来 生态系统的反应可能会超出我们过去这一百年 所量测所理解的范围之外 所以呢 在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发展一个更好的方式 能够更迅速更大范围的去量测 实际量测温室气体的排出 在不同的生态系统里 然后呢 我们也需要更快的去理解 除了降雨以外的水资源 怎么影响二氧化碳的吸收跟排出 那最后就停在这边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 也可以跟我用email联络 这样子 谢谢大家 好 感谢我们的讲者 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Pyra的传统呢 我们现在是要邀请大家一起来 就是把我们的麦克风打开 应该有先 对 好 就是我们用实体的掌声 我们来用掌声感谢我们今天的两者的分享 谢谢 好 对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是我们的QA的时间 对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提出的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有疑问的部分 刚刚刚才有提到 可以用email来跟他做联系 或者是我们现在利用现在的一个短暂的时间 我们可以在现场即时的来跟讲者做讨论跟交流 那可以 可以直接把麦克风打开 或者是举手 或者是在聊天室里面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都可以 欢迎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大家来提问 对 是 是 OK 好 好 OK 那那个John Chan 有举手 那我们先请John Chan来 有问题的话可以 你好 是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可以说 你好 我是那个大气背景的 然后呢所以对对有些那个 就是生态的东西比较不了解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第一张slide 这样子 可以 第一张slide OK 我照一下 是这一张吗 还是后面在讲flux的部分 你现在好像静音了 John 好 这样是听得到吗 有 这样可以 刚刚不行了 对对对对 我好奇是说这个图啊 它好像看起来就是说 呃 就是各个 各个 走面就是Oceanland 对 跟Earthosphere 它的那个吸收能力 好像是一种动态的变化 这样子 就是它的比例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呃我本来的认知觉得好像是我们的 可能地球 系统就是一个固定的吗 然后 然后当我们化石的 那个carbon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 呃 接纳接纳这么多的就是fossil carbon 这样子 可是看起来好像是 这个它的能力好像 Sync能力越来越强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动态的 呃吸收能力 嗯 好第一 第一点目前 主要 确实吸收的能力是越 持续的在增加的 第一呢 如果是陆域生态系统 因为你 当你空气中有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时候 这浓度越高的时候 它反而是更容易去执行光合作用的 所以目前 整个的趋势 陆域生态系统是在增加的 那海洋呢也是持续的增加 是因为说海洋它的 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还没有到一个饱和的状态 所以当你空气中越来越多二氧化碳 那当然也会有越来越多 进入到海洋 但是 这一个增加 也有很多啊 我们这个领域在研究 这个增加的趋势 会不会在近期达到一个临界点 那他们 这两个海洋跟陆域生态系统 帮助我们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就会停止 那没办法再帮助我们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急迫的 研究的议题 那什么时候到达临界点 这两个生态系统 没办法再帮助我们吸收二氧化碳 那我们所排出的二氧化碳 就会百分之百的停留在大气中间 那就会 地球暖化速度就会更快 那刚刚所说的动态呢 等于说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增加 随着一些物理跟化学的一些原理 那可是陆域生态系统 因为它掺杂了植物 那植物在每年比较干 比较湿 比较热 比较冷的状态下 它的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每年的波动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绿色的这条线 每年的数值 它的变化会很大 虽然说它一直有这个增加的趋势 那希望这个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了解 所以现在听起来就是还没有到保和 那有办法就是做个预测吗 就是有可能 因为你现在想说有可能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觉得说 好像已经 几乎有些人就觉得他不可能回头 这样子 那很多不同的那种 目前的 目前的预测还是很难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模型 每个模型都给我们不同的结果 但是 只能说如果我们只依靠 自然生态系统来帮助我们吸收二氧化碳 是远远不够于达到我们的1.5度 或是2度 的目标 所以我们需要额外的减碳 才有办法达成 这个是一个共识 但是什么时候他们两个达到零界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好 谢谢 谢谢你回应 谢谢 好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与会者要有一些想法 想要提出来跟讲者做交流的呢 OK 那 有另外一位 好 很好 我有一个问题 首先先谢谢你的演讲 就是学到非常非常多 那我想请问一下是关于通量塔的问题 因为你有提到你们实验是用通量塔来做测量 那我想请问一下一个通量塔 大概可以代表多大的范围 因为有界定一个它的System大小 那这个范围大小的话 我想请问是如何界定 以及该如何运用在model上面 因为您的报告前面有提到说 通量塔的data可以用在跑model 那最后可以代表一些更长期的一些研究 这样子 谢谢 好 那通常一个通量塔 最大我们会遇到的困难 反而是一个生态系统不够大 让我们去量测 那它的大小其实就是依照你盖的 因为当你把仪器放得越高 它能够看到范围越广 但是你需要你看到的范围 它的看到的里面的东西是均值的 就代表都是你想要看到的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把它降低一点 确保你看到的资料就是这一块森林 不会看到森林旁边的农地等等的 所以这个部分那经典基本上普遍来讲 森林的研究站点能够看到范围 大概就是500公尺左右 所以是比较容易跟现行的 遥测卫星资料去做结合的 因为现在卫星资料的解析度 差不多就可以是250乘250 但是对这些沿海的湿地 因为我们的植物比较小 然后通常沿海的湿地 它的腹地都变得很狭小 因为人类的开发等等的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范围 大概就是150到200 所以可能有一点挑战 要跟卫星的资料做结合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卫星的技术发在开发中 所以未来的解析度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 未来就可以更比较好的结合 这样子 所以大小范围就是依照你的塔的高度 跟植物的高度去做变化这样子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就 如果大家都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等一下呢 这个部分会议室这边 我会再保持开启 就是接下来就是自由交流环节的部分 那就是大家可以自由聊天 或者是如果这次的演讲 就会到这边结束 那我想关于陆地生态系 以及大气科学 以及不管是在这个测量 以及更好的了解气候的这一块 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管是刚刚有提到的温室效应 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等气体的排放与失收 那这些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会 应该说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对那甚至也有刚刚有提到极端气候 对于生态系的整个变化以及影响 那像前阵子我也听说就是 纽约是有一个沙尘暴的一个状况 对是来自加拿大的森林大火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 关于生态系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必须要更快的更好的去了解 才能够在未来能够有更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讲者 李松继的跟大家做的 而且非常浅显易懂的分享 那很期待就是未来有更好的 更多的发展来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接下来就是自由交流的环节 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这次的演讲 谢谢 谢谢